下面要講的是一種題目如何解決 有人考試的時候會畫一個圖 一張圖或三張圖隨便 然後問你說福利誰比較大誰比較顯 那我怎麼判斷 第一個 你要先看到他是會成還是會否 要知道他會成還是會否 第二個搬公室 搬什麼公室 通常是搬這個公室 BVT 福利是排泰液體的體積乘液體的密度 所以如果液體密度一樣 排泰體積多 福利就大 排泰體少 福利就小 如果排泰一樣多 液體密度大 福利就大 液體密度少 福利就小 萬一這個公式不能用呢 有些題目的條件這個公式用不出來呢 就長 福利的福利會等於物質 如果液體的話 福利就會小於物質 這就是我們考試題目 講一段話 畫一張圖或三張圖 然後問你說福利誰大誰小我怎麼解決 一 判斷會成會福 第二 搬公室 搬BVT的公室 來判斷 如果這個公室沒有辦法用 我們把判斷就找 福利的福利會等於物質 液體的福利會小於物質 就是這樣子來判斷 舉例 等這樣的木塊 鋁塊 鐵塊 放到水中 何者福利最大 老師說 先知道會成會福 誰會成 誰會福 鐵塊 鋁塊 鋁塊 會成 木塊 會福 木塊 會福 第二個 搬公室 搬什麼公室 BVT 排開液體的體積層 液體密度 我只知道液體密度 大家一樣 我有沒有知道誰的體積多 誰的體積少 如果大家都沉下去 還可以知道就是全部體積嗎 那有人浮在那邊 我也很難知道這怎麼回事啊 所以這裡沒有體積啊 沒有體積啊 所以公室能不能用 不能用 好 老師說 如果公室不能用 怎麼辦 找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全體的浮力會小於物重 好 全體的浮力會小於物重 好了 木塊是浮 浮力會等於物重 鐵塊 鋁塊 鋁塊 會成 浮力會小於物重 那水質最大 等於物重最大 水質最大 木塊對它 因為它們都是 質量一樣的 它是質量一樣 它是質量一樣 好 這題體積不小的無法判斷 但是我可以拿到手上 你拿來選A 可以嗎 可以 換各位 同樣體積的鐵球 銅球 木球 這個題目有給密度 不見得要給密度才算得出來 好 但是有的時候要算 要有密度 會比較容易解決 看情況 不見得要給密度 那就是體積一樣大 一樣大塊的鐵球 一樣大塊的銅球 一樣大塊的木塊 要通通丟到水裡去 問你誰的福利最大 誰的福利最小 就是 鐵大於銅 大於木頭 還是 鐵小於銅 小於木頭 之類的有這種答案 OK 停車戰界問 請問你 做多少 誰的 帥哥男 三十四 不在 停班沒有三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你告訴我 木大於鐵大於銅 請坐下 木球大於鐵球大於銅球 很好 老師說要先知道誰會成誰會扶 誰會成誰會扶 木球會扶 鐵球跟銅球會成 老師說 接著搬公司 搬什麼公司 搬BVD 排開議題 你去趁議題 密度 這一題 密度都怎樣 一樣都是水嘛 所以你就不要管 密度只要管誰就好了 只要管排開的體積就好 我是沉下去的 所以我如果完全沉下去 就表示什麼意思 排開的體積就是我東西的體積嘛 我如果扶起來什麼意思 表示排開的體積比我的體積還在小一點嘛 少一點 所以他說體積都一樣大 那麼你全部都沉下去 銅球、鐵球都沉下去 表示他就排開全部的體積 所以鐵球跟銅球誰排開得多 一樣多嘛 因為體積相同 那木頭是浮對不對 有沒有排開全部 沒有 只有排開一點點 部分而已嘛 就排開比較怎樣 少 就排開比較少 那浮力會最小 所以誰最大 鐵球跟銅球一樣大 然後比木球大 比木球大 所以答案是鐵球等於銅球大於木球 這就是我們的判斷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第一個 要先知道誰會沉誰會撫 第二個搬公式 搬BVD來判斷 如果公式不能用 記得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成體的浮力會小於物重 這樣就可以了 OK